裁判邵英一響正式揭開連續舉辦三年的草屯青商杯三對三籃球鬥牛賽 本次報名隊伍躍進百隊 本場賽事於草屯國中辦理 讓年輕朋友能夠在球場上切磋球技與球會友 參賽這個隊伍一年比一年還要多 今年總共抱了大概九十幾隊快一百隊 所以也希望這個活動在明年度能夠繼續的來再延續 然後隊伍能夠繼續再增加 原則上比賽初賽的部分我們打六分鐘得分十三分 副賽以及決賽的部分打八分鐘得分十五分 那麼雙腳必須要促進區區域的球員 我們按照Viva的籃球規則來做辦理 專注的眼神謹慎的防守準確的進攻 透過本次賽事的辦理 不僅能夠透過戶外運動讓年輕人切磋球技 也能夠降低年輕人使用三七產品 對於身體健康有相當大的幫助 清商會一直在當地是一直在熱血公益的活動 所以我們本身也喜歡打籃球 所以我們就參加草屯清商杯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出社的時候很少時間去做運動 剛好清商會有舉辦這麼熱血陽光的運動 所以我們就趕快報名來參與 藉由這一次的一個活動讓大家彼此就是還可以動一動 然後我覺得對身體也是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而且又可以彼此聯繫更好的一個之間的感情 大家主要是以來跟互相把自己對於籃球的技術 大家做一個分享 縣議員蔡明軒希望參與的選手 都能夠在球場上盡情揮灑汗水切磋球技 對於身體健康都有相當好的幫助 明軒當然也希望這個活動 我們在我們清商會可以成為我們固定的活動 可以常年的常態性的舉辦下去 因為現在我們的年輕朋友都很喜歡窩在家裡 打電腦玩手機比較減少戶外的活動 明軒也希望藉著我們的籃球比賽 讓我們的年輕朋友有一個正向正面的一個活動 從2017年開始舉辦的草屯青山杯三對三籃球鬥牛賽 報名人數一年比一年還要來得多 不僅能夠看見熱愛籃球運動的選手越來越多 透過比賽讓選手之間互相交流球技 也能夠增進人際關係 藉著利永勝草屯採訪報導